上一集咱们讲到,不堪盘剥的借户杜珊,一纸撞书告到了成都府,告的就是彭县衙门里负责收钱造假的两个文书小利,陶城陈佐,还有,逼得杜珊没有收其粮食的造力王庭用。 成都府按刘成发出牌票,传几名被告到府问话,不料陶城陈佐提前听到了风声,做好了一切安排。 等负责送牌票的房夫刘景高刚到彭县的城门,便被陶城王佐一伙的王庭用刘本敖给拉走,喝酒去了。 推杯换盘之间,几个人聊得非常投机,刘本敖从刘景高的言谈当中发现,此人必定好色,就假意殷勤,请刘景高去自驾安歇,然后直接敲开了对门的门。 刘本敖的对门,住着一个小媳妇赵氏,归名叫巴尔,平时生活不怎么检点,跟刘本敖有一腿。 刘本敖给了赵巴尔五分银子,要借他的美色来留住此人。 刘景高在刘家舒舒服服服睡了一宿,四日起来,准备拿着牌票去衙门里提人,就是去提拿陶城陈佐这几个被告。 刘本敖一看,却说不着急,而是拽着他去了赵巴尔的家里喝茶。 已经收下了五分银子的赵巴尔,稍一撩拨,刘景高立刻把持不住了,当晚就睡在了赵巴尔的家中。 排票,哪集白票好,办事不如办人忙,从此身险温柔相礼,此间乐不思熟。 刘景高不光免费享受着美色,还不停地问刘本敖他们要钱,于是陈佐出了一两五钱,陶城出了一两二钱。 王庭用刘本敖各自出了一钱,凑了二两九钱送给刘景高。 刘景高给了赵巴尔五钱买吃的,自己留下了二两四钱在身上,日子过得美滋滋的。 这边呢,刘本敖用美人计拖延刘景高。 那边,王庭用从刘景高这里偷出了成都府的排票,仔细研读了一下,发现了一件怪事。 这个排票上面,陶、陈、刘王四个人的名字都列着呢,可唯独缺了王庭美的名字。 可能有人已经忘了这王庭美是谁啊,王庭美是咱们第三集讲过的一个人,他是王庭用的亲戚。 之前,借陶城陈左帮忙进彭县护房做了个小例,也是属于这个小集团成员之一的。 不过呢,最近几年,因为一些琐事,王庭美跟他们的关系并不算和睦。 王庭用一直怀疑,杜山一个泥腿汉子怎么知道跑去成都府告状,诉状为什么会写得如此犀利? 一定是有精通大明刑法之人从中指点。 如今看来,八成就是王庭美,要不然,怎么牌票上没写他的名字呢? 好啊,王庭美啊,王庭美,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别怪我不顾及亲戚情面。 王庭用大怒之下,向陶城陈左二人说明了情况。 那两个人又连忙秉明了彭县的代理县长,主部王仲杰。 几个人头碰头,想出了一个坏主意。 在这之前,正好有彭县乡民控诉衙门小例,私收纸罪银五前四分。 王仲杰直接就把这个罪名载到了王庭美的头上,不容申辩, 直接打了他二十大板,投入大牢当中。 这一招釜底抽薪,算是彻底断绝了杜山的法律咨询之路。 没有王庭美之招,一个老百姓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 一来二去,时间就从嘉靖二十九年的十月二十五日,进入到了十一月份。 赵巴尔再漂亮,刘景高也睡得不耐烦了。 无论如何,都要带着陶城陈左一伙四个人回成都啊。 十一月初一,刘本敖在街上溜达,想着该用什么办法继续拖延。 他忽然一抬头,看到了自家的一个亲戚。 这个亲戚叫燕钱,跟刘本敖是表兄弟,家里尚算殷实。 早在嘉靖二十五年九月,家里人就出了十五两银子,给燕钱捐了一个彭州司御司的后缺吏,就是彭州法院后补的办事员。 可那一年呢,他才十二岁啊。 地方立员的选拔一般有三种途径,一个就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千冲。 选拔有文化的民间百姓,轮候任职。 陶城,陈左,王廷美就是这么进来的。 二,是通过伐冲,就是把犯了过错的生员、举人、建生等读书人罚为小利。 因为按照大明律规定,当了虚例,就基本不能参加科考了,相当于是断了这些读书人的前途。 从景泰年之后,还多了一个选项,叫做告纳。 告速的告,出纳的纳。 说白了,就是所谓的捐钱买编制。 到了嘉靖年间,告纳变得非常泛滥,年龄、能力什么都不考核,交钱就给。 当时的价格是,周县典礼20两,卫所典礼15两。 所以,燕钱家捐了15两银子,让孩子在12岁本该读书的大好年华,就进了编制,成了公务员。 燕钱在彭县后缺了几年,转任成都府,依然是斯律司后缺立。 到了嘉靖29年,燕钱算下来不过是个16岁的少年。 这一年的11月,他刚刚轮完职,请假返回彭县,打算问家里要点零花钱。 刘本敖一看,来人是他,大喜过望。 斯律司是负责管理监狱的部门,跟负责审案的断案司,都属于都指挥司管辖。 如今,燕钱这个表弟,在成都斯律司,正好能够用得上。 于是,刘本敖热情地拽着燕钱回到家里,吃喝一通,然后就提出了要求。 他希望,燕钱能利用手里的职权,把成都府催问的牌票再托上一托。 当然了,亲兄弟明算账。 陶城陈佐、王庭用几个人,又凑了三两七千银子,给燕钱作为酬劳。 燕钱却爱不过亲戚的面子,自家又有钱拿,便欣然答应下来。 这事儿果然是办得及时。 11月初三,杜山见九提人犯不到,再次上堂提告。 成都府于初四发下第二张牌票,交给一个叫杜庭玉的差役,去彭县居人。 也恰好在同一日,燕钱匆匆赶回成都府消假。 不过,燕钱是在司御司,没法直接干预牌票。 他走到了四川布正司衙门前的喜墨池街,撞见了一个老同僚。 这同僚叫黄德,在成都府的护房做立员。 二人平日里关系不错。 眼前想到,杜山的案子涉及钱两,一定会落到护房做审验。 便问黄德,能不能请他在护房拖延一下。 黄德当时的表情应该是很惊骇。 年轻人,你胆子太大了吧。 事涉钱两,多大干系,他怎么就敢在布正司的门口随意谈论。 黄德有心推辞,说护房里没看到这案子的案卷,估计还留在一堂没有落房,就是还没在护房归当。 黄德是个老称持重的人,有心劝了燕前一句。 本府老爷法度甚严,你年小不知厉害,快莫坏事。 黄德这句话绝非虚言恫吓,因为此时担任成都府知府的官员叫蒋宗鲁。 这位蒋宗鲁是个什么来头?我们下集给大家揭晓。 上一集咱们讲到,陶城陈佐这伙人为了逃避成都府的查问,找了个美女,拖住来传牌票的刘锦高,每日里好吃好喝的伺候,但总归是拖不过去的。 刘本敖又贿赂了自家表弟,在成都府司御司,也就是市监狱管理局的后补小吏燕前,求他找关系通融。 燕前才16岁,没有什么经验,就跑去问同事黄德,没想到老成持重的黄德大惊失色。 说成都之府蒋宗鲁是个厉害人,这事你千万别掺和。 蒋宗鲁是贵州人,普安卫军级出身,是有史以来普安州第一个进士,此人能文能武,行事极为端庄正直。 驻守成都时,蒋宗鲁每逢初一十五日,总要焚香启示,宋读导词。 贪婪害民,天必浅之,忠君爱民,天必幼之。 有利即兴,有弊即格,凡我了蜀相宜免之。 这绝不是蒋宗鲁大人的政治作秀,蒋宗鲁在成都之府任上一直是兢兢业业,做了很多的时事。 后来他转任云南,严嵩要当地运输大礼石入京做屏风,他深感民众负担太重。 激愤之下,上了一封奏书,名为《奏罢十评书》,貌似直荐。 此事终于作罢,但他也因为得罪了严嵩,被迫告老回家。 赶上这么一位有风骨的上司,眼前你还想舞弊挑事,疯了吧? 说完这话,黄德就离开成都出差去了,眼前对蒋老爷心存忌惮,有心把这三两七千汇款退还给刘本敖,可他有本职工作,不敢擅自回到彭县,便把银子留在办公室内,寻思着下次回家再烧回去。 这边黄德办完拆回来,心里可犯了难。 按道理,他既然知道了这个行为,就应该立刻举报。 可这样做,等于跟人家燕前结了仇。 可不举报,万一燕前真是失心疯,收了钱去拖延了牌票。 事发之后一审,他也会落得一个知情不报的罪名。 黄德心下犹豫,便去堂前查了一下,看这案子到底办得如何了。 一查才知道,还好,眼前没办成这事,黄德也就放下心来了。 这时,成都府已经发出了第二张牌票,由杜廷玉前往催促彭县提拿被告。 彭县这边一看,催票要到了,陶尘留几个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他们久知蒋宗鲁的威名,知道自己若去了成都府,事情怕是要坏。 他们商量不出个结果,决定去找主部,也就是彭县的代理之县王仲杰拿主意。 谁知这些人走在街上啊,无意中就被杜山的老婆陈氏看到了。 陈氏对自家丈夫的官司自然是很上心的。 一看牌票当中要提的这些人,居然还敢在街上闲逛,上前去,一把抓住刘本敖,去王仲杰那里见官。 王仲杰自然是偏袒自家小弟,把陈氏打了一顿,撵出公堂。 杜山听说之后,心里更是恼怒,等着第二张牌票到彭县,有你们好看。 说话间,杜婷玉便抵达了彭县。 代理之县的主部王仲杰痛快地接了牌票,派出了一个叫刘星二的快手,赶往杜山家里。 刘星二,先吆喝着杜山,请他吃了一顿酒肉,然后将其当场所拿,送进了监狱里头。 等会儿,牌票上要提的不是陶臣流亡四个人吗?抓人家杜山干什么呢? 因为杜山是整个案子的源头,必须先把他控制住,然后猜好幕后操作。 王仲杰那是官场上的老江湖了,深知关键所在。 他明面上催促刘星二继续去拘拿另外四个人做做样子, 暗地里却安排这四个人尽快脱罪。 怎么脱罪呢? 陶臣、陈左二人,当晚便找了本县的三个平头百姓,分别叫高乳冲、赵伟和段自成。 陶臣两人在赵伟的家中摆下了一桌酒席,请三位吃饱喝足,然后讲出了自己脱罪的计划。 首先,陶臣、陈左会设法说服杜山承认自己是诬告。 既然是诬告,那这个案子自然也就撤销了。 可是撤销之后呢,杜山欠下的借粮和罪骨还得如数交清。 杜山显然出不起这个钱。 接下来,高、赵、段这三个人就会站出来,说我们平日里跟杜山关系非常好,情愿替他交上借粮和罪骨,替他免罪。 当然,这笔粮食也不用他们三个人真出。 陶臣、陈左各出十四担二斗五升,刘本敖、王庭用各出五担,凑出三十八担五斗。 恰好就可以抵消杜山基欠的两担五斗借粮和三十六担罪骨。 换句话说,这几个人打算花财免灾,自己掏腰包把缺额补上,换杜山闭嘴。 这个方案代价不菲,可为了避免触怒蒋宗鲁这尊大神,他们也只得忍痛出血了。 杜山被关在彭县的监牢里,吃了不少苦头。 他听到陶臣、陈左提出的方案之后,虽然心中不爽,可这已经是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只好点头同意。 几方面都疏通好了之后,陶臣先去禀明主部王仲杰,说杜山自成诬告,自愿消案。 然后,段自成出面,把杜山从监狱里保出来,表示愿意交粮赎罪。 这一套手续做得滴水不漏。 王仲杰和刘星二解释了几句,说案子是一场误会,县礼已经解决,让他不必再次提人。 一场危机,就此弥平。 可让彭县的利益小集团没想到的是,这边刚安排妥当,那边又出事了。 事出在刘景高身上。 刘景高贪恋被派来拖延自己的美女赵巴尔,一直滞留在彭县,没有返回成都,这自然就引起了成都府的关注。 当初,发下牌票的直堂利杨汉彩一查记录,发现10月23日发出的牌票,到11月中还没有缴还。 负责运送牌票的刘景高也一直没有回来,杨汉彩立刻又发出了一张牌票,派出成都府直属的快手王同生去拘拿刘景高的歇家张万亿。 歇是歇系的歇,家庭的家,在明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职业,营业范围很宽泛,但凡是生意买卖,宝媒拉窃,建工借贷,诉讼写状之类的都能做。 可以说是一个代办各类业务的公司。 尤其是在官府事务上,歇家很重要,比如老百姓告状的时候,得有歇家做保,官府才会收你的成状。 官府收押犯人,怕监狱条件太差,囚犯死掉,就由歇家做保领回去关着。 再比如,官府要借送或提审人犯,歇家可以找一些人去充当房夫或借户,也就是押运员。 但是,歇家也要为这些押运员做担保。 刘景高和张万亿的关系就是这最后一种。 张万亿是借户歇家,是他推荐的刘景高担任房夫,负责官府的各种押送任务。 张万亿则为刘景高做保,现在刘景高迟迟不归,官府自然要找张万亿的麻烦。 可惜,张万亿外出未归,于是,成都府派出了一个叫刘永敖的水夫, 把他的母亲张氏锁拿关入府仓。 张老太太在里头战战兢兢待了好几天,直到蒋之府清理仓犯才放出来。 张万亿回来之后,看母亲如此遭遇,吓得魂飞魄散,只好承诺要亲自去彭县找刘景高这个混蛋。 经过如此这么一番折腾,成都府想起来了。 怎么彭县要提的犯人还没送到? 本府第一次发牌票没到,是因为刘景高失踪,情有可原。 可本府明明派刘星二送去了第二道牌票,怎么还是寂静无声呢? 于是,成都府又发出了第三道牌票,由一个叫奇表的快手拿着牌票,会同张万亿一起迅速前往彭县,查看刘景高的下落,兼提人犯。 这一次发的牌票,谁也躲不过去了。 具体情况又如何呢?咱们下集再说。 上一集咱们讲到,成都府发现,他们发往彭县捉拿被告的第一第二道牌票,都如石沉大海一般。 负负责押送第一道牌票的刘景高也失踪了,于是就发出了第三道牌票,责令刘景高的担保人张万亿到彭县去找人。 张万亿来到彭县,很快就找到了赵巴尔家,把刘景高从赵巴尔的闺房里拎了出来,气哼哼的往成都拽。 成都府的快手齐表还要把涉案的四人带走,可王仲杰出面解释说,案子已经消了,要不我派他们去成都府解释一下吧。 于是在11月26日,陶城和陈佐分别派了堂直陶田,父亲陈春,会同张万亿,齐表,刘景高先去成都。 陶城、刘王四人承诺,晚一日就到。 这一行人抵达大安门内,陈春陶田主动花了六分银子,在一户叫王台的酒家里买了一坛酒,请刘景高、齐表、张万亿喝。 喝完之后,这一行人来到了铁武显庙街,寻了一处旅店投诉。 到了27日,刘齐章三人来到成刘坊下,等着陶城他们的到来。 这时,刘永敖,也就是拘捕张万亿母亲的那个水夫跑过来,则问刘景高,为何这么晚才回来? 从成都到彭县,也就是一天的路程,你拖延了整整一个月。 刘景高面不改色地解释,说那些人犯聚各有事,我得等人凑齐了,才好回来交牌。 刘永敖说,我为了你这事,几次被上司责问,你得赔我点人情。 刘景高本不想给,可是他的歇家张万亿坚持让他给,他只好从陈佐贿赂自己的银粮里分出了四分,给了刘永敖。 张万亿表示,为了你的事,我妈也去牢里待了几天,如今你看着办吧。 刘景高只好又吐出了两千五分银子,算是给张老太太押惊。 刘景高打点完这些人,继续站在成留坊下等,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逃尘流亡四个人不见踪影。 他起了急,只好再返回彭县,继续催堤。 那四位呢,却一点都不急,反正杜山那边也打点好了,粮食都补交了。 再拖上几日,一等粮食入了库,账布一平,这事儿啊,便能抹个干净。 摆平了刘景高,这几个人松了一口气,觉得有惊无险,这趟麻烦算是遮掩过去了。 可逃成陈左二人万万没想到,在这个结构眼上,手下那两个贤汉却坏了事。 前面咱们说过,他们四个人合资替杜山还了那笔粮食,其中刘本敖、王庭用各出了五蛋。 这俩货呀,平时只吃不吐,这次被迫割肉,那简直心疼得不行,觉得必须要从别的地方找不回来。 于是,他两个人又跑去恐吓王庭美,说他犯了亲收纸银的重罪,纸就是撞纸的纸,银子的银,是大明人民告状要交的诉讼费。 从王庭美那里啊,讹了三钱五分银子,价值六钱的十二斤茶叶,价值三钱七分的八斗黄豆。 要说王庭美啊,真挺无辜的,好好的在护房干着,只因为被人怀疑是杜山的幕后推手,便被打入监牢,吃了好几天的牢饭, 还被刘本敖、王庭用几个歇小反复敲诈,出血甚多。 泥人也有三分土性,王庭美愤愤想到,你们不是怀疑我唆使杜山去告状吗? 行,爷这回啊,亲自告一回。 他直接跑到了成都府,把逃城陈佐二人,强迫杜山承认诬告,又找了三个人替他补粮的勾当,一股脑全说了出来。 这次结状的,还是直唐利杨瀚采,他一看,咦,这案子有点眼熟啊,好像是之前那桩九提人犯不到的杜山案的后续。 杨瀚采觉得,这事儿自己没办法独断独行,就上报给了刚正不阿的知府蒋宗鲁。 蒋知府一看,好嘛,钱粮如此大的事,你们都敢肆意篡改挪移? 还有什么事儿是你们不敢干的? 简直是大名律如乌。 蒋知府异常震怒,亲自做了皮事,仍由杨瀚采写了一张牌票,派人再去彭县提人。 这一次,成都府派的是正经差例,而且要急提急走,不得耽搁。 这么大的动静,成都府内部先传了个遍。 眼前很快听说蒋知府震怒,非常惊慌。 倘若刘本敖把行贿之事说出来,自己必然不保。 他猛然想起,刘本敖给自己的汇银三两七钱,还扔在办公室里,赶紧跑回去拿。 拿到了银子之后,眼前不知该怎么处理。 思前想后,居然想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办法。 他趁着晚上供谢,也就是办公室里没有人,偷偷地把这封银子扔到了自己的老熟人,护房黄德的桌子上,要行栽赃嫁祸之事。 黄德原本出于好意,没有去举报燕钱收受贿赂干预官司的事,却没想到,农夫碰到了蛇,反而要被燕钱陷害。 好在黄家有一个亲戚黄春彤恰在附近,看到有人影扔下银子在老爷桌上就走,心中生疑。 赶紧追了过去,连问是谁? 眼前不敢回答,只得闷头跑。 跑到裤楼下面的时候,一不小心,将自己头上戴的丽金掉落在地。 丽金不是头巾,是丽园们专用的软帽。 平顶漏额,正中一道褶,背面有一对乌纱帽赤。 前面我们说了,大明子民的服装和社会地位紧密相连,这种帽子的主体是庶民,也就是老百姓的样式。 但是,又多了一对官员才能用的帽赤,正好符合立在官民之间的地位。 黄春彤把这顶丽金捡了起来,连同那一封银子送到户房收好,然后把黄德叫过来。 黄德一看,便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对眼前再无什么愧疚之心,便把这两样东西直接叫到了知府蒋宗鲁的手中。 蒋知府闻言,立刻派人将烟钱收押审问。 这个烟钱别看只有十六岁,心思却颇为歹毒。 自己都已经陷进来了,还胡乱攀咬,说陈左的父亲陈春送了杨汉彩白银七钱五分云云。 结果,这谎话当场被揭穿。 蒋知府把烟钱收在监狱里,又追了一道牌票到彭县,叮嘱务必拿涉案人员到府。 两道知府亲发牌票相继抵达,在彭县的影响力堪比炸弹。 这一次再无侥幸,陈城、陈左、刘本敖、王庭用,以及陈田、陈春等人,乖乖地被压到了成都府。 成都府调来了杜山、王庭美的诉状,一一审问,很快就把所有的事情都问了个清楚。 陈、陈、刘王四人,要挟杜山,逼他改口承认是诬告之事。 刘王二人,诬告讹诈王庭美之事。 刘本敖,贿赂燕钱之事。 刘本敖等人,贿赂刘景高阻挠公务之事。 陈,陈将四个借户,捏造成一户,欺骗胡知县之事。 陈城、陈左二人,敲诈六十二个借户之事。 甚至,连刘本敖、王庭用两人买闲,王庭美、月次征参等旧事,也都被翻了出来。 蒋之府实在是没想到,区区一件借粮案,牵扯出这么多隐情。 若无上官庇护,这些人岂敢在彭县如此嚣张。 他立刻发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文书,责令彭县主部王仲杰来扶上问话。 事情到了这个结局,看来是要深挖了。 王主部来了,又能怎样呢? 下集,我们将迎来小利母毕案的结局。 让我们跟着马伯庸一起看看这起案件的结果。 上一集咱们讲到,陶城陈佐刚要把杜珊这件案子给压下去, 但他们小团体当中的刘本敖、王庭用这两个混混又跑去勒索王庭美。 之前,收了刘本敖贿赂的烟钱,还想栽赃同事黄德, 逼得王庭美黄德二人分头皆发。 知府、蒋宗鲁、雷霆震怒, 把涉案的五个小利全部抓了起来, 要去请彭县的主部王仲杰来成都府一趟。 其实,蒋宗鲁并没有打算把案子办到主部这一集。 彭县的支县县城一直空缺, 主部再要是落了马, 这县里就群龙无首了。 所以,他在文书当中还特意加了一句, 如查无干,即放供职。 如果查明王主部跟这件事没关系, 就放他回去继续干活。 可王仲杰的心理素质实在是太差了。 陶晨等四人被押往成都府之后, 他惶惶不可终日。 蒋宗鲁的文书一送到, 就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 夜里二更十分, 堂堂的彭县主部王仲杰, 居然绕过了成都府派来的耳目, 翻过衙门的后墙, 跑了。 这可真是多少年都没出过的奇闻。 成都府没奈何, 只好先把其他相关人等拘押起来, 借送到成都府上。 又是一轮审下来, 把陶晨等人多年来敲诈勒索的一桩桩事情, 全抖落了出来。 王仲杰, 庇护纵容凋利的事情也被相继揭发, 这个彭县小利益集团的纪念龌龊, 终于被完全掀开。 等到了这桩案子审结之时, 一共有18个人被判刑, 除了陶、陈、刘王四名主犯之外, 还有那四个未完成借粮的借户, 那三个自愿替杜山赎买的百姓, 彭县主部手下的几个小利, 成都府先后派去彭县提人的几个房夫、 快手、水夫, 包括陪刘景高睡觉的赵巴尔, 受贿栽赃的燕钱, 被刘景高连累的歇家张万亿, 连苦主杜山与王廷美都被关起来了, 他们俩一个没能完成运粮的份额, 一个当初贿赂主犯, 违规越过其他候选人进入护房工作, 这些罪行不会因为他们是受害者而免除, 在所有涉案人员当中, 最无辜的要属那位护房老利黄德, 他虽然是举报有功, 可在审理过程中发现, 他当初听见燕钱训私的要求, 没有及时报官, 因此也要判罪, 这件案子虽然涉事甚烦, 但内情不算复杂, 很快成都府推官便宣布了判决结果, 陶城陈左二人, 账一百图三年, 而且要先在衙门前占家号一个月, 以井校游, 刘本敖最减一等, 账八十图两年, 王庭用再减一等, 账七十图一年半, 不过, 刘王二人最终免去了帐行, 代价是发配到附近的卫所, 终身充军, 赵氏巴尔, 杜山, 刘锦高, 张万亿等十几个人, 分别判处账八十, 但允许用钱粮折免, 只有王庭美和黄德, 他们虽然范绿, 但情节轻微, 态度又好, 蒋之福法外开恩, 将他们无罪开释了, 至于燕钱, 他先被判账八十, 然后被耻夺了后缺利的身份, 格意为民, 这辈子都别想再做官吏了, 这个判决应该说是很公允的, 毕竟案子里没有闹出人命, 涉案金额也不大, 人犯们忙来忙去, 都是几分几钱的抠着银子, 最大的一笔赃款, 也不过是陶臣向那六十二个借户所要的四两九千六分, 有意思的是, 在这份档案后, 还付出了一份照出, 照相的照, 出门的出, 照出离开列的, 是犯人们需要承担的诉讼费用, 术语叫纸银, 以及各种赃银的最终去向,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比如燕钱黄德等人, 得掏纸银二钱, 其他彭县犯人要掏纸钱一钱, 照出离还特意写明, 刘本敖贿赂银钱的那三两七钱银子, 由黄德上脚冲入府库, 一杆费用算得清清楚楚, 唯一在逃的犯人, 只有一个前彭县主部, 王仲杰, 这位腿脚还挺灵便的, 跑得那叫一个快, 出逃之后, 成都府一直没能抓住他, 蒋之府没办法, 给王仲杰的原籍, 西安府行了一道公文, 提请当地有关部门注意, 一旦发现此人的踪迹立刻拘拿, 至于后来, 王仲杰到底有没有归案, 这个就实在不知道了, 纵观这一桩彭县窝案, 案情一点也不曲折离奇, 也没有什么诡谓凶残的情节, 动静只限成都一府一县, 但他却相当具有代表性, 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明代虚立们的日常生态, 从护房的算手, 到府衙的房夫, 从公堂上的造立, 到奔走乡间的快手, 只要有那么一丁点权力在手, 他们便会挖空心思, 在每一个细处寻租, 从每一件正物里讹诈, 更可怕的是, 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不假思索的习惯, 陈左得知胡志县查亲戚案时, 第一反应不是惶恐, 而是借机敲诈杜珊, 刘景高坚肃之余, 还不忘了问刘本敖讨要零花钱, 刘本敖, 王庭佑在补交了赔款之后, 一定要在勒索王庭美来找博, 就连负责催促排票的小角色刘永敖, 见到刘景高回成都之后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向他讨要辛苦费, 整个案子当中, 充满了小人物挥舞着小权力的身影, 虚利之害之贪, 在这么一件普通案子里, 可谓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是一种细致无声, 而又无处躲藏的恐怖, 去之不尽, 挥之不去, 你的生活随时都可能处于威胁之中, 你辛苦积攒的钱粮, 随时可能被人啃视, 这个案子被蒋之府雷霆万军地打灭了, 可逃城陈佐这样的虚利, 在全国每个地方都有, 他们密密麻麻地攀附在各地府县的底层, 肆无忌惮地剥害生民,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杜珊那么好的运气, 马伯雍在这个案子一开始就说到的清平之末, 指的就是这个, 一桩不起眼的小案子, 就牵扯出大明官场底层, 盘剥百姓的种种花样, 按照惯例, 我们最后还是要来说一说这些史料的来源, 这个案子是马伯雍在四川地方司法档案里翻出来的, 编号91号, 这套资料特别有趣, 他以明嘉靖年前粮册和四川各地刊案及其他事宜档册为基础河边而成, 里面是嘉靖28年至30年在四川布政司各地办理的案子, 一共98件, 按照规矩, 地方办完的每一件案子都要提交布政司留底, 因此得以保存下来, 档案里面收录的全是当时官府判决的司法文书原件, 四川的司法官吏们态度很严谨, 每一份案卷记录都非常详尽, 细节充实, 很多案情经过写得跟小说似的, 本文里提及的细节不是笔者脑补, 而是皆来自于这些记录, 比如燕前在布政司衙门前的喜墨池街, 遇到黄德, 有地点, 有对话, 有心理活动, 看似小说, 其实是出自于当时的共状, 这些案子都不是大案, 案情也不曲折, 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四川官吏, 平民的日常生活, 经济物价, 风土人情, 还能看到很多当时社会上的潜规则, 不记得十九世纪哪位法国小说家说过, 想要了解一个社会的形态, 去法院里坐几天就够了, 那里是最容易看到人生百态的地方, 四川地方司法档案也有相同的功效, 感谢那些保留下四川地方司法档案并做了点教的学者, 大明底层社会的鲜活就藏在这里, 好了各位朋友, 我们也将开启显微镜下的大明的最后一案, 这是大明正统年间的一桩惨烈而又离奇的冤案, 至今独来仍让人无言以对。